所以我们先接下来提一个公案 是真的放下独刀立地成佛的公案 他的题目叫《从屠夫到救星》 这是在民国年代有一位将军 这位将军叫朱子乔 我们先简单介绍背景再详细说明 他六岁三父 十四岁三母 从小孤贫立血 十九岁到东三省 东北三省从军 编练新军保卫海江 李建功勋 后来担任川军第33混城旅协同 第十七镇镇统治 四川省大汉军政府护都都 黑龙江省护军使兼民政长 广东省长 1924年由孙中山先生推荐 任东北特别期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 护路金总司令 1926年离开金政界 只要从事社会福利事业 到陕西震灾救济 业细尤为显著 民国三十年一夜 积老成吉 最后在西安灾期 教这个灾童 在灾童教养院 他享年六十七岁 在那边往生 当时的这个金华呢 洪玉祥呢 为他做碑文 夜宫错 撰写木志明 国民政府呢 下令下半级 悼恋 他呢 平定悔徒呢 犯下雷雷的杀业 但五十岁以后回头信佛 又广行功德 救人无数 从一个杀人的屠夫 转变成赈灾将军 他就是朱祖乔 这个朱祖乔呢 他在北方长大 有北方的那种慷慨 刚子的气质 他担任都经 在东北住经非常严明 教委的说呢 非常有战功 被人家称为朱祖乔 朱祖乔 他朱祖乔 那么1925年呢 郭松林几兵反这个 反凤呢 就是反东北京呢 在兰州内 杀了自己的同僚 老同盟会的会员 陆金上将江登玄 以谢师分 这个江登玄呢 是朱祖乔的心腹部下 他对这个事情耿耿以怀 不能够释怀 以示呢 他就归隐到锦桌 他的诗人的官邸 变成一个平民 他的好朋友 陈德权 周善匹 岳公措 以及他的好友 谭虚老法师 还有洪一大师 那时候叫李淑彤 这位画家 洪一大师等人 当时都欠朱祖乔内 转了信用佛教 并且归一当时的尽忠高僧印光大师 民国十六年 山东荷兰闹旱灾 朱祖乔亲户哈尔滨 嵌募正良 他又联合平津各慈善团体 共募得一百八十万年 准备两十年印往灾期 拯救了灾民百万以上 这不得了啊 大慈善家 这真的是放下独刀立地成佛 民国十九年 1930年 陕西汉坊 陕西是我们印光大师的故乡 陕西汉坊 彻底千里 朱祖乔呼吁各方 力求政绩 上海社会各民流佛教基势 也都尽力兼书 观中灾灾民得以严命 就是陕西那些地区啊 灾民得以严命 灾期无家可归的 孤我很多 朱祖乔在西安 浮丰等地区设立灾同教养宴 一并收容 民国二十年 长江大水灾 灾期漫连到七省 朱祖乔主持政灾 以公代政 就是给这些灾民有工作做 花薪水给他们 活人无事救了很多人 当时国人称他叫大慈善家 当年国民政府任命大会监察委员 他因为专心致力灾灾业务 他持偶不就任 九一八事变之后 他在北平 塑立 辽吉 黑热 就是辽林 吉林 黑龙江 热河 四省民众获援会 张罗仁力 切募物资 支援东北经 东北疫经抗日 1936年 朱鲁桥忽然得了长丰 长丰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长癌 大长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大长癌 那个时候 他用词叫长丰 上癌各大医院 因为他身体 身脑连摔了 不敢动手试 他的家人 决定把他送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 起行前 一切准备都救世了 朱鲁桥接着这次到北京生死未卜 就跟师父印光大师辞行 印光不同意 印光大师不同意 责备他不老实念佛 且悔之隐 而且教悔他说 如能一心念佛何至已至此 你看他去做善事 做那么多善事 印光大师还是告诉他 你要老实念佛 那朱鲁桥遵照师命 已是决定不去北京 也就是说不开刀了 退还车票 一心念佛 到了第三天 长风自己溃烂掉 流出浓水一大碗 转为欧安 已是念佛更加精进 那么朱鲁桥呢 他修持精进 平常起机呢 因为事情都到12月12点以后才休息 4点就起床 睡4个小时 他4点多起床以后 灌洗后送金修法 有时候 有时候从上海到北京搭车搭乘夜车 也不会去功课 1941年 等于民国30年 1月12号 朱鲁桥往西安栽桶教养院 一天书写书法一百多幅 以满足求书法走的愿望 可能他的莫宝学得很好 他的小儿子随行事后 欠他早一点休息 朱鲁桥笑的说 我后此际可常休息 一字十字 意思是说我从此以后可以好好休息了 我后此际可常休息一样 跟那个海贤老上一样 前天晚上还在菜野里面去种菜除草 人家叫他说不要再做 他说以后就不会再做了 意思是一样的 当晚召集赈灾助理 脱户事件未完成的赈灾事情 了不起啊 未完成的善事全部交代完毕 我希望我将来也有这个本事 希望能够在往生前全部都处理好 1月13号 住小六点起床 洗手静面之后 回坐床上 莫然不移做话 你看 屠夫变成圣贤 屠夫变成菩萨 他 而且当生成就 他严肃 因你输胜 而且善之士 很多在帮助他 很难得 还亲近 一代高僧大德 印光大士 叫他练佛 求生极乐世界 这叫什么 亲世迷头 莲慈海慧 就是我做耶稣送的最后两句 亲世迷头 莲慈海慧 练佛成佛 以练佛入三谋地 就是住住桥 他做到了 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真的是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最佳公安 好 那么这一段 这一段前面两段 我们都补充过了 再来就是这一个 金之余人 自知所作不善 是过良心发现 这是告诉我们 你不要把业障 忏悔业障交给佛菩萨 交给那些法师 说法师你帮我忏悔 你立刻牌位 花心一点供养 就想把业障忏悔干净 改定篇会篇跟你讲 这叫以杯水就以心 起不大祸 这不是疑痴吗 最后还是一样苦海忠诚 丧生媚性 啊